比如说VBA的函数怎么查询 比如说以Array这个来看 你可以按F1 它跳出来就会有个说明档 只是这个说明档写的不是很清楚 但是一般我的习惯还是会看说它的范例 比如说要怎么做 可能不太清楚它讲的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范例就是说 它上面是要宣告 宣告个AS这个形态 BS这个long 长整数 当然特别重要 你会发现我刚刚其实连宣告都没有 其实意思是说VBA不宣告也没关系 没有宣告没关系 有没有影响 其实理论上应该是没什么影响 因为我已经用了这么多年 而且我教也教这么多年 我教的学生也非常多 如果有一些不OK的地方 应该会有很多人马上反应告诉我 老师你那没有宣告这样不行 我什么地方都做错了 好像也从来没有人跟我讲说 有什么发生什么问题 没有啦 OK 所以后来我就几乎跟他讲说不用宣告 像Python也没有宣告 Python就是宣告都不用宣告 OK 其他的话你会发现 如果你想要知道其他函数这边也有 函数 他这边就有盖棺 然后他就帮你按照什么 哪一类的 转换函数 你会发现他蛮妙的 这边叫函数 这边叫函数 其实是一样的东西 为什么他翻译的名称可以用两个名称 要不你就叫函数 要不就叫函数 你到底是函数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 还以为函数跟函数是两个不一样 其实是一样叫方选 OK 那这东西 我觉得真的是非常不长进 这边又叫函数 这边又是函数 这边又是函数 会有100出头隔 OK 所以其他还有哪一些 你们可以自己再了解一下 因为每一个出生还是要忙花时间的 如果排不足的话 其实可以Google一下 这个大概更不会说一下 刚刚的特别注意 刚刚的部分我们是做了一件事情 第一个 我们先建一个空的资料夹 然后我希望可以把这些东西 按照清单里面的顺序 帮我把假班到嗨班 分别把这个工作表 变成工作簿存进去 那特别注意 我这边用的方法是叫什么 SaveCopyS 可是特别注意 Copy 但是另外我刚刚有提到 其实你还可以有一个方法 叫没有Copy的方法 就是叫SaveS 那SaveS跟SaveCopyS 到底有哪些地方差别 特别注意 最大的差别 其实就是在这个地方 你会发现 SaveS空白 它后面只有一个参数 叫FileName 意思说它只能存 就是档案名称 那名称的话 只能够是XLS X 意思是只能存 那个Excel的四串表 如果说你希望怎么样 存档的话 可以有个需求 你说老师 我将来希望 存档的时候 顺便怎么样 帮我 改成 其他格式 比如说 我们想要存成CSV 比如说我现在丢给人家 其他电脑不见得里 Sale 那我直接给它CSV 它比较好作业 或者是说还有其他 比如说它的版本是旧的 比如说它只有2003 那我如果给它2007以后的版本 它没办法开 那怎么办 OK 诸如此类的问题 你就可以用SaveS 空一格 那你会发现 后面的参数 就比较多了 刚刚只有File Name 对不对 那 在那个什么呢 这个Save As 后面多一个比较重要的 叫做什么 叫做File Format 有没有 其实另外还有一点 有些什么 就是哪些方法怎么用 有的时候习惯 我会按空白键 看一下后面的参数 只要上面有的 其实你都可以拿来用 如果还不清楚的话 你可以按什么 按F1 像这个地方 File Format 不知道 你可以按F1 它一样会跳出什么 Save As的方法 然后它会跟你讲说 这边除了File Name之外 你还可以用File Format Format里面它会跟你讲说 哪一些格式 如果你还不知道 这边其实会有一个连结 按进去就知道了 如果你今天要存成什么 比如说CSV的话 那你就是Xl CSV 如果说你今天要存成什么 甚至CSV还好几种 有没有 还有还可以直接存成UTL8的 有没有 如果你存成预设的Xl CSV的话 它就ANSI 如果说你要给的是 像非微软的环境 像它是在Liners上作业的话 或者Google上面作业的话 那你就可以存成什么 存成这个UTL8的格式 它这还蛮多的 还有Dbase 这个比较少用到 另外如果你要存成什么 存成比较旧的版本 像97到2003的话 那你可以存成 Excel的8这个格式 有没有 那其他还有HTML 还有它还可以存成什么 存成那个XML的格式 XL的范本 还有什么 就OpenXL 甚至是XL的活跃部 它有这些很多很多相关格式 那我们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 我们存成CSV好了 存这一个 那我要怎么存呢 其实跟刚刚最大的不一样 第一个是 Save as 后面的话一样是哪个路径 这个路径嘛 所以习惯复制过来 把它贴过来 在这个目录底下的斜线 然后呢我就加一个什么呢 加一个这个end X 然后end 后面的话呢 我就给它一个叫.csv 假设了我要存csv 记得哦 你副档名就不能用刚刚XL XM 第一个要改 第二个的话呢 逗点 它这个时候呢 file format 它会变成粗体式 意思说 请你给我 第二个参数 什么参数 格式给我一下 那格式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你可以游标放 Save as 按Fy 我刚刚讲过 你就连结到这边 file name 这边有个连结 你就直接把什么 名称的地方 复制贴过去就可以了 它这个嘛 X XL 你把这个贴到哪里 贴到斗点后面就可以了 那意思就是说呢 帮我存成什么呢 存档名是这个 什么什么 假斑点csv 那里面的格式的话呢 那就是csv了 OK 我们来试一下 所以这样的话呢 存档基本上跟刚刚应该没有什么不一样 只是说呢 最后存档的话 它会是存成什么 存成那个csv 把它全部跑完了 全部跑完之后 那12斑嘛 就出来了 那当然它预设也是用ysl开 不过它现在负档名应该就是csv 只是它现在检视里面 我把那个负档名打勾好了 有没有 点csv 如果它确定的话 你可以按右键 比如假扳按右键 编辑 打开了没有 确定是可以用记事本开 表示它一定就是一个那个什么了 一个那个csv的文字档 OK 其他的话当然还可以再转别的格式 这第一点 所以save as跟save copy as 最大的差别就是 如果你要另存成别的格式的话 请你用save as 只要在后面加上一个它的file format 它的格式的话 这样的话 你要哪一种格式就可以了 所以 甚至可以拿这个来做转档 比如说以后你想要转成别的格式 以前是要一直另存一直另存 现在不用了 跑个回圈 整个全部都帮你另存完毕了 OK 除了这个方法之外的话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接下来的话 我们刚刚是去抓什么 抓上面的这个名称 实际上你会发现 它本身就有名称了 假扳 然后我刚才用这个名称 我不要这个名称 有没有 直接抓它这个名称 当成是存档的档名就好了 也就是把它的工作表的名称 变成是它的档案名称 有没有 对 所以我后面的话多一个 所以如果要抓这个名称的话 就变化一下 就是那一个 第几个 比如说for i 等于1到续点抗 我们这个回圈本来是2到14 主要是这个是2到14 但是我现在的顺序应该是从1到续点抗 所以这边可能要改个回圈的范围 第二的话 取得x的话 就不是去抓那个sales储存格 而是第几个的工作表 所以它1 1的话 那就是抓假扳 所以把假扳的名称 带给x 然后最后的话safe也是这样假扳.xlsm 如果你要存成csv 其实跟上面一样 你也可以把它改一下 然后close就false就可以了 那它一直跑一直跑 这样就ok了 那不过呢 如果假如说我们要执行的话 当然我们会遇到另外的问题 就我刚刚提到的 如果我现在跑一次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 它会一直闪动 对不对 那不然要把闪动关掉 不是耳乐的 叫什么 application 什么 点什么呢 screen updating updating 等于什么 等于false 然后再把这一行 直接再copy下来 把它改成true 因为你这边关了之后 这边一定要再把它改成true 这样就ok了 true 好 把它再删 可是问题每次都要手动删 这颇麻烦 对不对 你会发现 没有闪动了 而且它的好处 它执行速度会比较快 你们可以计时一下 大概会增加50%以上的效率 所以加一个application.square updating 是值得的 相对的也比较不会闪动 但是你会发现 老师 可是每一次我都还在手动把它删除的话 那这样很麻烦 有没有一个方法 就是我们就是在刚开始 先把里面的东西删掉 然后我再做下一个动作的话 我比较就不用再手动删 所以如果下一步我希望把这个里面所有的档案删掉的话 那我该怎么做 接下来一样 我们可以用检视里面即时运算视窗 跟各位讲 如果你要删掉某一个档案的话 指令叫kill kill kill后面的话就是加一个pass name pass name是什么 路径名称 所以路径名称是什么 一样前面一定是C冒号斜线 这个目录嘛 这个目录里面 然后斜线一定要有 哪个档呢 比如说要删掉假班的话 那它一定是完整的 一定要是什么呢 党名跟副党名都要加上这个斜线的后面 比如说我这边kill 然后就是这个路径的这个档案 enter一下 你会发现假班就消失了 假班不见了 如果你要乙班不见的话 你再把这个改一下 把它改成乙 然后enter 这个 乙班不见了 所以哦 其实有几个方法 第一个 假设你已经有清单的话 你跑个for回去吧 for i 等于什么呢 就那个清单好了 二到十四 然后那个二到十四 你把这个什么 把这个名称给换掉就好了 这样不就kill掉了吗 ok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但是还有第二个需求 第一个需求应该比较一般 可是大部分状况是什么 可能我也不太确定说 到底这个目录里面 到底有几个档案 那如果我假设吧 我希望哦 你就帮我找 找到一个档 你就把那个档名直接告诉我 那我在跟前面的那个什么 我的路径串在一起 那我就把那个档给删掉 那直到找不到档案为止 所以哦 另外一个方法 比较常用的 就是会 但是不用for违圈 哦 可能就是用dofile违圈 dofile 后面的话就是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如果有找到档案的话 就帮我删掉 如果有 如果最后 如果没有了 没有他回传 就是一个空字串 如果空字串了 那表示里面没有档哦 没有档就不删除了 哎 那怎么写 也是很重要 dofile 因为比较少讲 但是以后如果用到 我建议你们也要会写 OK 试一下好了 画面前还给各位一下哦 所以刚刚比较重要的第一个 可以把那个save 啊 copy as 改成save as 那多一个功能 就是file format 就是它的呢 那个什么 哎 档案格式 哦 那格式部分如果我要存成全部都csv 的话 有没有 你就把它全部存一下就ok了 哦 啊 这里的话 那个可以再应用那个什么f1 游标放在save as 上 它会跳一个说明 那 有同学才会问说 老师到底有没有那个相关的书籍啊 其实 说真的坊间有但是问题是很 怎么讲 你又 必须要多买一本书啦 放在那边 那实际说真的你要翻 我觉得 还不如 习惯上按f1好像比较直觉 所以 当然我是 建议如果有需要你就买来参考啦 当然如果实在也没有那么 有那么大的动力 不然你就是慢慢习惯用f1吧 ok 虽然上面写的并不是那么的 呃完善 但是其实也聊生意 而且是官方的说明啊 如果还不够的话 也许再配合Google一下吧 有时候其实还是可以找到一些 一些值得参考的资料 ok 试一下 那再来就是说呢 我们如果不用那个清单的名称 而是用上面的那个工作表名称的话 可以把它改一下 另外就是把那个application.scrubdating 关掉 试试看 试看